牛肚子里旅行 通过上节课的梳理 我们知道了红头的旅行路线 你能根据旅行路线图 简单的回忆一下 红头在牛肚子里是怎么旅行的吗 红头先被卷到牛嘴里 再来到第一个位 接着来到第二个位 然后回到牛嘴里 最后被喷了出来 你们学的真扎实啊 那么红头在牛肚子里旅行时 它是怎样的心情 好朋友青头又是怎样的心情 从哪里可以看出 青头和红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节课我们就继续带着这些问题 学习课文 请你莫读课文7至19字案段 一边读一边用红色线画出 从哪儿体会到的 我从拼命这个词体会到了 红头不小心进入牛肚子里 它此时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喊 想让青头来帮助它 此时它的内心特别的慌张与恐惧 我从哭悲哀这些词语 体会到了红头在牛肚子里 特别伤心难过 是啊 小小的红头误打误撞地 进入了牛肚子里 它此时特别的恐惧 也同样的无助 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能试着体会着这种心情 来读读红头的话吗 救命啊 救命啊 红头拼命地叫起来 我被牛吃了 站在他的嘴里 救命啊 救命啊 那我马上就会死掉 红头哭起来 他和曹已经一起进了牛的肚子 可是你说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呢 红头悲哀地说 谢谢你 红头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失去知觉 我听出来了 此时的红头特别的伤心 难过 我们再来看看青头的表现吧 这些是我们画出描写青头表现的句子 从他的表现中 你体会出他当时又是怎样的心理呢 我从急忙这个词 体会到青头看到红头 被牛吞进肚子里 他非常的着急 我从一下子体会到青头为了救好朋友红头 从牛肚子里出来 他此时的心里非常的着急 我还从青头摔倒在地上 却不顾疼痛 一咕噜就爬起来 大声喊 这些描写青头动作的词语 能看出青头为了救红头 真是奋不顾身 他特别勇敢 镇定 你抓住了青头的动作来体会出他当时的心理 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体会吗 看来从青头的语言中 也能体会到他的心理 谁还有补充 我还从第十一、十三和十五自然段 青头的这些话语中 感受到青头的知识丰富 他明白牛吃食的特点 用上牛会反除的现象 告诉红头自救的方法 最终帮助了红头 同学们 我们抓住了青头的动作和语言 体会出了青头为了救好朋友 红头时的担心着急的心情 沉着冷静的心理 请你试着带着这种感受 分角色来读一读他们的对话吧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在哪儿 我被牛吞了 正在他的嘴里 救命啊 救命啊 躲过他的牙齿 牛仔这时候不会仔细嚼的 他会把你和草一起吞到肚子里去 那我马上就会死掉 红头不要怕 你会出来的 我听说牛肚子里一共有四个胃 前三个胃是助藏食物的 只有第四个胃才是管消化的 可是你说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 等一会儿牛休息的时候 他要把刚才吞进去的草 重新送回嘴里 然后细嚼慢咽 你是勇敢的蟋蟀 你一定能出来的 谢谢你 我们体会着青头和红头对话时的心情 读出了相应的语气 那故事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红头在牛肚子里 随着草一起移动 从第一个胃到了第二个胃 又从第二个胃回到了牛嘴里 这一下红头又看见了光亮 可是他已经移动也不能动了 这时青头爬到牛鼻子上 用他的身体在牛鼻孔里蹭来蹭去 阿提 牛打了一个喷嚏 红头随着一团草 一下子给喷了出来 红头看见自己的朋友 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谢谢你 青头笑咪咪地说 不要哭 就算你在牛肚子里做了一次旅行吧 同学们 故事讲完了 红头也顺利脱险了 现在请你想一想 红头为什么能成功脱险呢 红头脱险是因为有青头的帮助 一方面 青头知识丰富 教给了红头自救的方法 另一方面 青头给红头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 让红头有勇气自救 是啊 面对危急情况 青头能够临危不惧 见多识广 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帮助了红头 使红头顺利脱险 难怪客文说 他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从哪里可以看出 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青头和红头开心的一起玩捉迷糖 遇到危险后 红头拼命向青头救救 青头担心红头 鼓励安慰红头 还勇敢的去蹭牛鼻子 帮助红头逃出来 红头被救出后 高兴的流下了眼泪 对青头表示感谢 青头和红头真是一对要好的朋友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好朋友 读了这个故事 你觉得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朋友呢 我觉得在朋友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该帮助他 我们的帮助对朋友来说很重要 是啊 当朋友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该给予朋友鼓励和安慰 运用智慧和朋友一起来战胜困难 红头的旅行真是不可思议 正是作者将童话中丰富的想象 和现实的科学知识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才让我们读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下面请同学们来进行故事接龙吧 我们可以借助红头的旅行路线图 把握故事的主要情节 在此基础上 借鉴课文中表现主人公动作心情的语句 把故事讲得丰富生动 哪个小组愿意来试一试 青头和红头是一对要好朋友 有一天他俩在玩捉迷藏 红头不小心被牛卷进了嘴里 他当时可害怕了 救命啊救命啊 红头偏命地叫起来 青头看到红头遇到了危险 他大吃一惊 一下子蹦到牛身上 牛用力一甩 把青头摔了出去 红头觉得自己会死掉 他哭了起来 青头听到哭声 不顾疼痛 一咕噜爬起来 他又跳到牛背上 隔着牛肚皮 一边鼓励安慰红头不要慌张 一边告诉红头 要躲过牛的牙齿 牛会把吞进去的草 重新送回嘴里 在青头的帮助下 红头躲过牛的牙齿 从牛的第一个位 到了第二个位 又从第二个位 回到了牛嘴里 红头又看到了光量 但已经不能动了 那时候 青头勇敢地去爬到牛鼻子上 用身体在牛鼻孔里蹭来蹭去 牛打了一个喷嚏 红头一下被喷了出来 成功脱险了 红头看见自己的朋友 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十分感谢青头对他的帮助 青头安慰红头 开玩笑地说 就算你在牛肚子里 做了一次旅行吧 同学们 你们的故事接龙太精彩了 老师为你们点赞 我们在对别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怎么才能讲清楚呢 我们可以像这些同学那样 先来说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也就是起因 再来说说事情的过程 特别有趣的地方 我们可以讲得详细一些 比如加上一些表示动作 心情的词语 最后说说 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也就是结果 这样你讲的故事 就会特别的生动 有趣 吸引人 请你也试着来讲一讲 这个故事吧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认识到 机智勇敢 见多识广的青头 体会到青头与红头之间 真挚的友谊 同时也感受到童话 具有丰富想象的特点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本节课的作业是 把这个有趣的故事 讲给家人听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找一些科学童话 来读一读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好了 同学们 再见 再见